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波德布哥 我們現在要去香港的路上 然後呢 現在 我要先換衣服 我看喔 帥氣吧 他換的比較厲害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桃園機場 那現在已經 要到那個出境 那我們今天 搭的飛機大概是兩點多 兩點多到 香港的話 大概是四五點左右 東西放一放 我們就準備出去吃飯 今天預計晚上吃的是大排檔 非常的豐盛 我們期待今天晚上的這個 晚餐 然後 後面有一個人 你知道 一直在挖鼻孔 我們不要理他 OK 那我們今天就 大排檔見 現在已經登機了 然後啊 你不會在這裏換衣服嗎 你為什麼要破我的架 我們不換衣服 香港機場 香港機場真是非常大 我們現在在43號 然後我們要走到1號 沒有啦沒有啦 沒有啦 等一下又到了 我們等一下先去橫豐 然後進去飯店 check in 我們出去先買巴達通 然後到我們住的飯店 三天之後我們要去廟街 好 我們現在要先買機場快捷 還有巴達通 然後看到有一個 網帥現在要買巴達通 成人喔 成 成功啦 要下來了喔 好 他從機場到機場快線 然後要去那個市區了 他一怪還在那邊做暖身招 他在幹嘛 他都這樣嗎 馬雲 馬雲 這就是我們今天住的房間啊 然後外面是有view的 整個看起來是非常的寬敞 在香港有這樣的喔 在香港有這樣的那個空間喔 實在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為香港大家都知道是宜居嘛 算宜居嗎 反正就是住的非常緊喔 非常的密 那有這樣的空間是 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升級的這個行政套房 所以會比一般的房間再大一點 好 那我們等一下收拾一下 就準備要去吃晚餐了 現在已經放完行李了 放完行李後啊 我們現在出來密食 那在密敦道上面有很多非常方便的茶餐廳 然後像這種這種賣場啊 在香港啊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現在先找一間 因為之前我也來過香港 然後有幾間茶餐廳是不錯的 那我們先小吃一下 讓那個林太太現在餓肚子喔 先墊點東西 那晚一點我們再去廟街吃大排檔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到了茶餐廳喔 茶餐廳 茶餐廳 茶餐廳現在非常的多人啊 而且現在是晚餐時間 晚餐時間 人真的是絡意不絕喔 而且他們吃喔 都很剛呼喔 怎樣剛呼 他每一道菜點的都不會馬虎耶 就是一定要有什麼菜 什麼菜配什麼樣的湯這樣子 那待會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這個真茶手 我們這樣點起來 會不會被 會不會破萬 會不會 價格會不會破萬 不是被人家笑 是那個 那個什麼 餐廳的位置會覺得 喔我夭壽 我們點完了 我們隨便點了一下 現在點而已啦 就是吃一個企業而已 不曉得我們這一餐結帳是多少 我們先不管 吃完我們再看看是多少 然後我們點的菜色大概是 這是點心而已 點心而已 不得不吃啦 我們已經吃完了 九足飯飽了 那我們今天吃了多少錢呢 1070 1070 我們今天這四千塊 那個剛開始的那個這個 這個放在桌上啊 你不吃的話 你要跟他說你不要 不然這個160 160 好貴喔 那我們今天茶餐廳的部分就到這邊 我們待會兒去廟街 那廟街的部分我們待會再拍 然後這個 這個 水煮牛肉 這個 這個阿伯要打包回去吃 耶 他一定要打包的 剛才忘了講 打包 是可以打包的 他打包回去呢 盒子 要錢 袋子要錢 盒子一個兩塊 兩幣 塑膠袋一個一塊 兩幣 他就像這樣 還要自己包喔 你以為他會幫你包好嗎 沒有 沒有 給你包 給你包 我們現在 從飯店又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已經坐車 坐地鐵到旺角 旺角這邊我們要步行到這個 洗衣街 洗衣街這邊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看 有什麼可以吃的 或者是有比較特色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邊很像是林夜市喔 這就是 這個 女人街 女人街裡面賣很多很多 不管是 3C啊 手機啊 然後你看這邊 Cosplay的衣服啊 都有 好我們現在進去逛 不過 要吃桂林高 要吃桂林高 哇耶 這個一進來都是中藥味耶 我們家的冰蔥這個 桂林高啊 桂林高是非常苦的 這就是一中一中的 那一中 一中要56塊 我們來吃吃看啊 它好像是龜 龜殼去熬 都標準 是喔 講的很可怕 龜的指甲 唉唷 不過可以加糖水對不對 對 我們先吃一個原味的 它原味吃起來很像仙草 嗯 我要加糖水 好 這樣子 然後再倒一點糖水 快了 來 你先來 嗯 我要再吃 嗯 你看 你苦苦很苦 沒有加糖水 啊 來客囉 我真的沒辦法吃原味啊 我真的沒辦法吃原味啊 我們還是加點糖水喔 聽說是醬火啊 它那個糖水 讓它這個吃起來很像雞腸咧 喔對啊 它那個糖水就是雞腸的糖水 它那個糖水在剛開始 如果你沒有加糖水 你吃的話 你會覺得很像仙草 但是加了以後完全變成減重了 好像喔 嗯 那就是一個很熟悉的味道 它如果尾韻的那苦不見 就根本就在吃肌甲 就是減重啊 好 我們的龜苓糕體驗結束 Check it out 這個也沒有不得吃 我很老實 我很誠實的啊 不會隨便都說不得不吃 對 好不好 公和塔 這邊 那我們先來吃 一間叫做 阿武溝牛奶公司 聽說很好吃 這個是 送奶水 那這個是 杏汁跟雞蛋 凍奶水 那個 什麼燉雞蛋 那個 花生透片 杏仁霜 蛋白燉鮮奶 你剛剛還在看那個 Menu 哈哈 它這個 動鴛鴛 動鴛鴛 我們現在在澳洲牛奶公司 聽說 大家都說 這一間 特別好來 我們吃吃看 吃了幾口肉 我可以來跟大家好好解釋 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 蛋白燉鮮奶 它就是 非常 奶味的 糖水 不是 不是 是非常甜 甜到 甜到什麼 你知道嗎 我點這個杏仁茶 杏仁牛奶 是拿來解膩的 如果喜歡吃甜的人 應該會覺得很好吃 但是對 對 對一般 吃 的 吃這個糖 甜度的人 會覺得太甜 但是我跟你們講 它這個杏汁燉雞蛋 真的蠻好 蠻特別蠻好吃的 但是還一樣 問題是一樣 也是非常的甜 它這個應該就是蛋白的 然後這個就是蛋白 好 我喝這個鴛鴛 動鴛鴛也是解密一樣的 不過這邊的這個杏仁茶 是還蠻推薦的 杏仁飯 這個叫什麼 冰鴛鴛鴛 對 動杏仁是雙 這是好喝的 好喝 巧玉粉絲喔 香港第一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因為太貪心 吃太多東西 所以沒有去廟街吃大排檔 因為根本吃不下了 大排檔就留到隔天再去吃了 第一次拍郵寄Vlog 蠻新鮮的也很有趣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並分享 鼓勵我一下 下一集 除了大排檔之外 我們還要去吃擁擠 那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